全球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宝慧 欢迎收看会眼看天下 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一起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双普会 而在话题面对面 单元将会带您关心双普会 这次的重点 以及川普在通俄门事件上 为普丁开多 到底是否有什么样的内幕 为什么他会对普丁 如此的释出善意呢 之后我们将会请到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 研究员刘富国老师 来我们做分析 而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一起来关心的是 本周的国际大事 美国总统川普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 两人首度在芬兰会面了 这场被外界称为是双普会的高峰会 却引起了美国政坛一阵的踏伐 深陷通俄门事件的川普 竟然力挺普丁 没有介入美国大选 不止帮忙开脱 川普甚至还当着普丁的面 打脸自己的司法跟国安单位 这也让美国政坛对川普提出了质疑 中情局的前局长布伦南 更痛批川普根本是卖国贼 但因为舆论声浪实在是太大了 川普返回美国之后 召开记者会 澄清是自己说错话 深陷通俄门事件的美国总统川普 这次总算跟俄罗斯总统普丁见面了 川普放下在北约高峰会上 恐吓盟国的态度 不仅释出善意 甚至还力挺普丁 没有介入美国大选 没有争论 我没有知道总统 川普的这些话 不仅让在场的记者们惊讶 美国政坛更是错愕 其实在美国大选爆发的 通俄门事件 让川普一直遭受质疑 但这次的双府会 川普却高调的力挺普丁 不仅当场打脸自家的司法跟国安单位 甚至还主张 普丁政府不可能 也没有理由介入美国政治 这一席话 不仅让共和党发出质疑 连一项力挺川普派的新闻台都认为 川普帮着外人说话 是一记糟糕的政治乌龙球 但大炮川普根本不甩谴责声浪 继续在推特上痛批 前总统欧巴马没去注意 FBI对俄国干预选举的指控 还说美俄关系降到冰点 都怪美国多年来的愚蠢跟待傻 不仅帮普丁在通俄门事件上开脱 川普更是狂献殷勤 全都是为了要讨好俄罗斯 但跟川普的善意比起来 普丁的态度则是高奥许 在会议开始前就刻意迟到50分钟 让川普在现场空等 川普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 最有席的礼物恐怕是普丁送给川普的 2018世俗纪念球 美国参议员甚至建议川普检查这颗球 有没有暗藏窃听装置 千万不要拿进白宫 在双普会上川普的离谱言论 让美国不分党派的炮轰 不予舆论压力 川普周二在白宫表示 自己在记者会上说错话 也称对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信心 虽然川普赶紧灭火 但这次明显的戈壁往外弯 不仅惹恼朝野 也让美国民众不满的情绪 飙到最高点 记者综合报道 相较于对普丁的好态度 川普在北约峰会上的态度 明显的看起来差很大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11号 在布鲁塞尔举行了 峰会登场前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成员国 没有办法分摊欧盟军费支出 再度杠上盟友 甚至还把炮口对准了德国 指控德国向俄罗斯采购天然气 已经沦为俄罗斯的俘虏 这也让这场峰会 气氛堪称史上最僵 一年一度的北约峰会 11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 28个成员国领袖齐聚一堂 峰会上大合照时 美国总统川普与其他领袖 几乎零互动 为史上气氛最僵的北约峰会 揭开序幕 川普和北约同盟国领袖 关系极动 峰会都还没开始 他就在会前 与北约秘书长的早餐会议中 再次展现大炮性格 高峰被批评 德国是俄罗斯的俘虏 誓言不会让欧盟占便宜 逼得德国总理梅克尔 不得不出面回应 川普这番尖锐的言论 指的是德国和俄罗斯 达成的天然气协议 川普指控德国 花费数十亿欧元给俄罗斯 满足能源需求 却在北约军事费用上支出不足 使得美国一肩挑起 保护欧洲的不公平负担 更扬言 若其他成员国不愿意 分摊更多国防费用 美国可能退出北约 在川普不断施压下 北约成员国紧急召开会议 最终达成协议 同意在2024年前 将GDP的2%用于国防开支 川普也一改前一天态度 胜战这是一项重大进展 川普更要求北约各国 未来要将国防支出 提高到GDP的4% 认为各盟国应该为国防多做贡献 而北约秘书长也表示 这次讨论使得北约更加强大 创造了一种新的紧迫感 北约成员增加军费 无疑使经济不景气的俄罗斯 面临巨大压力 不过向来有话直说的川普 这次重炮攻击北约德国 和欧洲盟友的冲突不断升温 也让人不禁怀疑北约还能走多远 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英国的情势 10月就是英国跟欧盟的脱欧协议期限 但是英国脱欧程序一直都瞧不定 英国首相梅伊提出的软脱欧方案 不仅让脱欧派跟留欧派都没有办法接受 甚至正让脱欧大臣跟外交大臣 都提出了辞职求去 现在更是出现了二次公投的提议 但是美伊还是坚持己见 拒绝再次公投 听现场的虚声就可以知道 英国脱欧案发展的到底有多不顺利 只剩下三个月 英国与欧盟就得达成方案协议 如果无法达成 英国可能将以无协议状态脱欧 如果真的发生了 在经济外交方面 恐怕都会出现严重后果 英国前教育大臣葛林宁 16号就呼吁英国 应该就脱欧进行第二次公投 以打破议会僵局 但其实在脱欧议题上 英国可说是一团乱 今天在脱欧议题上 总统已经认为我们业务的位置 在未来的谈议和英国 英国首相美伊最新的软脱欧方案 英国和欧盟将就货物自由贸易 达成一个共同规则 这个政策也代表 英国将继续受制于欧盟 双方藕断撕联 不如执政党内 应脱欧派主张的 断得一干二净 也因为不满美伊的政策 英国脱欧三建克 除了国贸大臣外 脱欧大臣戴维斯 以及外交大臣强森 都接连辞职 但美伊还是坚定意志 不仅火速指派住房部副大臣 担任新脱欧事务大臣 卫生大臣杭特 也接任了外向的空缺 美伊也在国会 继续报告他的脱欧蓝图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为了让脱欧法案 能在国会通过 美伊向党内强硬派 移欧人士低头 同应两项修正案 虽然脱欧关键法案在16号表决通过 但妥协的做法 不仅引发保守党内 亲欧派议员不满 连国防部官员 在投下反对票后就宣布辞职 让美伊政府又少了一位部长集成员 脱欧政策引起不少人恼怒 但美伊过去一再重申 不考虑第二次公投 如今他的立场也丝毫不松动 加上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兵也反对 因此英国再次公投的可能性 几乎是微乎其微 也许在脱欧或是留欧的选择上 大家各有己见 但可以确定的是 越来越多英国民众 对政府处理脱欧问题的能力 已经失去信心 记者综合报道 带您来看到这个可怕的场面 夏威夷 吉劳亚火山自5月初开始 持续喷发超过两个月 16号的凌晨 也再度喷发出火山熔岩 碎片竟然是砸中了一艘观光船 造成船上至少23名游客受伤 目击者表示 当时船长将船开到了距离火山 大约是250公尺的左右的地方 正准备离开之时 就听到了阵阵爆炸声响 熔岩炸弹从天而降 船身瞬间被大量白岩笼罩 而其中一块巨大熔岩块 还穿过的船上屋顶砸中了乘客 所幸没有大碍 目前夏威夷当局已经下令 所有的船只必须至少与火山 保持300公尺距离 并且全力调查 这起意外是否涉嫌违规 也会加派海巡艇加强巡逻 再把镜头转向了印度 非法犯童事件有多严重 看看数据就知道 光是在印度每年大约就是有10万多名孩童通报失踪 现在这些非法行为却跟慈善家扯上了关系 已故的慈善家 德雷莎修女创办的修女会被爆出了犯音丑闻 修女跟员工被控涉嫌犯音 至少有5名婴儿以数千美元 相当于3万块钱新台币以上的价格卖出 被封为圣人的德雷莎修女 一手创立的修女会 竟然扯上非法犯音事件 修女会经营的未婚妈妈之家 原本应该是照顾弱势的地方 但却有一名修女跟两名女职员 在暗地里非法贩售婴儿 整起事件还是因为婴儿失踪 才被外界发现 我们的生活中有4个人 在家里面有4个人 在家里面有2个人 在家里面有1个人 在家里面有1个人 在家里面有2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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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路透社报导 至少有5到6名婴儿 被贩卖给无法生育的夫妻 现在还在调查 从以前到现在 到底有多少婴儿 或是儿童被卖出去 虽然看起来罪证确凿 但还是有人为修女会声援 有人跳出来力挺还是无法掩盖 印度严重的贩卖儿童问题 在印度有许多夫妻 用尽了方法也无法生下小孩 为了传宗接代 这些夫妻只能找上非法管道领养 每个婴儿收费1万8千元到4万元台币 赚钱的生硬当然有人做 印度的非法领养市场非常庞大 每年有10万多名孩童被通报失踪 虽然许多孩童是被父母抛弃 不过也有不少人是在医院 或是车站被偷偷抱走的 事情曝光后 印度政府也下令即刻追查 这间修女会在全国经营的 儿童照护之家 以免有更多儿童 成为非法犯童的受害者 记者综合报道 好的 今天的英文关键字 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 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 川普跟普丁 这两位领导人总算是见面了 这次的会议当中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 川普超级好的态度 川普甚至海里亭普丁 没有介入美国总统大选 而这些言论更是被美国的政坛炮轰 纽约时报的标题就是写到了 Trump shows the world that he's put in lucky Lucky这个字 这个单字的意思是说 走狗很难听 或者是卑躬屈膝的样子 这句话就是说 川普向世界证明了 他是普丁的走狗 哇 这句话也大大显示出了 这次川普的态度 根本是极尽谄媚之能事 难怪全美国都会痛批川普是卖国贼 这次川普通案 我们先坐我们 来 来 来 去 拿的